此人比安东尼更适合火箭队的体系,杜兰特,太可怕了近期,2012年选秀状元安东尼戴维斯过得不太好,自从他的队友考新斯赛季报销以后,提湖队的竞争力普遍不被外界看好,继考新斯和朗多出走后,年仅25岁的他,想要去一支更加有竞争力的队伍去赢得总冠军, 从而拒绝了提湖队开出的五年二变二亿的天价合同,铁了心要离队而去,农眉和离队的第一目标那就是休斯敦火箭队,休斯敦火箭本赛季强势崛起,在保罗的城邀下农眉的团队,已经在与火箭方洽谈,火箭目前战绩65胜利亚勇士队排名联盟第一,当家球星哈登和保罗也是与一杆角色球员配合默契,保罗虽然出来炸道, 但是作为一名传统后卫,他与火箭队和德安东尼的魔球理论已经无缝对接,火箭的内线一直是老大男的问题,如何补强内线关乎火箭技后赛能够走多远? 去年夏天,火箭并没有对内线进行太多调整,而安东尼戴维斯的实力毋庸置疑,经过这些年的磨练,他已经是NBA中最好的球员之一,哈登和保罗的组合率领火箭队横扫NBA常规赛,火箭只需保持健康,总冠军就近在咫尺,但一支球队能够成功, 单单拿到一个赛季的总冠军还不够,需要成为一个王朝,这才是保罗、哈登,才是火箭队的真实意图,所以,火箭需要在本赛季已经如此强大的阵容之上,再次引元,而这,次引元目标,是未来的联盟第一人,联盟当中最好的大个子球员安东尼戴维斯刚刚拒绝了提苦队的续约, 即使这份续约合同高达6年2.1亿美元,这一消息流出,立刻引起了联盟当中豪强球队的关注,凯尔特人、勇士、胡人都对费称为未来联盟第一人,詹姆斯接班人的安东尼戴维斯虎是单单,毕竟,这位2012年的壮远秀,自从进入联盟,就改变了人们对大个子球员的看法,农眉哥能够嫌熟地运球,能投三分, 中投更是出色,地位脚步也几乎无人能防,防守端更是几乎年年都是最佳防守球员的候选人,遗憾的是,农眉哥由于球队阵容原因,只带领球队打禁忌后再一次,所以,拒绝提苦顶心续约,也意味着戴维斯可能出走追逐自己的总冠军梦想,优秀的运动能力,难以置信的臂展,后卫般的敏捷使得他可以在内线没所欲为, 哈登和保罗都是非常优秀的传球手,安东尼·戴维斯加盟火箭无疑如鱼得水,更为关键的是,他们已经具备于勇士一别雌雄的实力, 本赛季的火箭取得了常规赛第一的骄人战绩,让人遗憾的是在西绝中,因为克里斯·保罗的受伤,使得火箭倒在了西绝的地板上,虽然被淘汰但是火箭仍然是一支具有冲击总冠军的球队,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, 当然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也会认识到这一点,如果追逐詹姆斯无望的话,火箭今下打算,追逐提湖的顶级内线安东尼·戴维斯, 本赛季的提湖的表现,不能让管理层以及当家球星戴维斯满意,从目前提湖的阵容来看,提湖很难在豪强林立的西部有所作为, 对于戴维斯来说,如果提湖接下来依然没有实力争夺总冠军的话,那么安东尼·戴维斯肯定会考虑离开提湖, 安东尼·戴维斯作为全联盟数一数二的内线,自然有不少的球队,想要得到这位内线球员, 既然这样的话,火箭如果想要拿下戴维斯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 除非能够提供出丰厚的交易筹码,并且自己的筹码比其他球队的更加诱人, 本赛季一直想有所作为的农媒戴维斯,但提湖在本赛季的战绩不容乐观很有可能逼走农媒, 而目前最适合戴维斯的球队,当属火箭队,神算子莫是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, 承课,杨啊,国伦的搭道 Напр船 飞接往余戴维斯、投影 原先在本身为全联盟总出来、